声音的产生 就是声波的产生跟如何传播 怎么产生的跟传播 好 第一个把它写上去 就是声音是由戒指振动产生的 那比如说像这个举个几个例子 第一个小提琴跟吉他是用弦的振动 弦的振动 那笛指的话呢是口吹笛管 是利用空气柱的振动 OK 然后骨的话呢 敲骨的话呢 是导那个骨面振动而发出声音 那我们人类的声音的话 是用声带振动 把它写上去 所以第一件事情 声音需不需要戒指 把它写上去 声音是需要戒指的 没有戒指就不会有声音 所以请问你 你在那个太空中讲话 会有人听到吗 不会 不会有 那下面这只是告诉你说 是哪一些东西产生的振动 咸啊 空气柱啦 骨面啊 跟这个声带 OK 好 那下面有个实验 叫做波伊尔实验 那英国科学波伊尔提出证明说 声音是需要戒指传递的 是需要戒指 那只是呢 当时他做的实验是用的是空气 因为其实事实上 我想请问你 一定要空气才能够传递吗 请问你在水里面可不可以传递 对不对 那我想问你 你在水里面讲话 有人听得到吗 没有 一定听得到 但是你已经听不清楚 为什么 你听到一定 为什么 因为你的声音里面 除了你的声音之外 还包含了气泡声音 对不对 所以不是不能传递 是传递的东西 不是正确 不是精准的 OK 好 那他做的实验是这样子的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 里面有空气 然后接下来把那空气抽掉 结果就发现 什么呢 他一样有在震动哦 可是你却听不到声音 好 然后接下来呢 再把空气补回去 就发现声音又跑出来了 所以把它画起来 就是有空气的时候呢 就听到声音了 那把空气抽光的话呢 就听不到电铃声 好 然后呢 再把空气补回去 电铃声又恢复了 哦 把它画起来 所以第一件事情告诉你 是声音是需要戒指的 好 那画起来 这边 下面那句话 就是真空是无法传递声波的 所以 遇合声音太空的人呢 他们要用的是什么东西 交谈 要用的是 对 电磁波 就是无线电波 或者你讲 电磁波也可以 好 所以呢 你要听到声音要几个条件 两个条件 第一个 要有戒指迅速的震动 把它写上去 第二个要有戒指传递 少一个都不行 第一个要有震动 OK 第二个要有戒指来做传递 好 那该讲的是声音 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介绍的是 声波的部分 那所以 什么叫声波呢 就是当物体 迅速震动的时候 那么周围的空气 受到激烈的扰动 而形成这种 所谓的 刚才讲到重波 就是疏密相间的波动 往四方传播 这个现象就称为声波 那这个声波呢 是属于什么 疏密波 或者你叫做重波 这就写下重波了 那此时的空气就是戒指 所以声波是一种重波 那下面这边的话 就是那个示意图 有没有 就是 这边 有个这个 叫做什么东西 这有个音叉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去敲它 敲它之后产生震动 然后呢 这个震动呢 就会去干扰到旁边的空气 形成疏密 疏密相间的状况 然后呢 再传到你的耳朵里面 你的耳朵的耳膜 就会根据这个 这个疏密 会产生相对应的状况 就听到那个声音了 那像这个现象 这个波就称为声波 OK 可以了 好 那这边有居一个例子 这边该讲到的 这个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你再举例看一下就好了 你把它洗上去